一張張青色面孔專心聆聽 二十九號三十號原住民族電視台 舉辦第一屆原式新聞人才培訓營 大約五十人報名 錄取三十人 從記者養權 主播播報體驗 以及新聞攝影 實作技巧等等 都讓學員們親自走一遭 其中擁有新聞傳播背景的學員 也分享對於族群媒體的好奇和收穫 好奇到底原住民新聞 或是說原住民獨屬電視台到底要做什麼 然後就第一天就來到古信 就是主播他就說到 其實我們身為一個原民記者 就是應該要站在族人的角度 帶著自己的文化 或者是說帶著自己的經歷 去認識一個世界 尤士谷也說 不管對新聞的認識 播報的技巧 和新聞拍攝等面向 理論和實務的確有落差 不過也對身為族群媒體的新聞記者 有更多的人士 然而參與的學員中 也有來自馬來西亞的華僑 洪敦敏本身是醫學生之外 也額外研修多元文化教育 兩天課程洗禮下 他又如何看待 族群媒體在社會中扮演的角色呢 其實我覺得鬥群文化就是一種 不要拿自己的文化去框架他人文化的一種態度 那在原事新聞上面其實很多的面向就是在告訴你 我跟你有存在差異 然後我們的故事也是可能是你的故事這樣 就是有一種我們都不一樣我們都很獨特但我們都很重要這樣 連兩日馬拉松式的課程不外乎就是希望有更多的心血可以投入新聞工作 不過自媒體蓬勃發展的現金新聞媒體又該如何立足 那但是我們希望透過新聞新聞這樣的一個工作 能夠讓年輕人呢能夠持續來關心我們的社會 我們原住民的議題也能夠藉由新聞工作的這樣的一個機會 讓年輕人有更多的學習 第一屆原始新聞人才培訓飲參與學員來自各行各業 短短兩天的濃縮課程也化作一顆顆種子 正在對原民事務議題有熱誠或是具有原民身份的學員中 期待日後生根發芽 遠之新聞給我們烏龍府定台北市採訪報導